促进亲子情感也让孩子们有机会亲近大自然了解果树 太平农会是举办了荔枝采果的体验 现场也有农友亲自示范如何快速而且不破坏果皮的情况下来顺利采果 大小朋友们首次体验采果活动都觉得相当的新奇又好玩 一群人齐聚在荔枝树下将树叶摘除保留荔枝果实装入袋中 准备带回去好好享用 为了促进亲子感情也让孩子亲近大自然 并了解果树 太平农会举办荔枝采果去的体验 大小朋友都玩得超开心 他们觉得很新鲜啊很好啊 有的还依依不舍的不走 时间到了啊 对啊就是说促进亲子之间的一个感情 重要是怎么采果啦 那采果的这个过程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那他们都会教我们怎么采 那怎么样在收获这样这样的一个方式 今年荔枝的开花状况良好 加上四五月降雨度过干旱 荔枝产量不错 且今年不只有荔枝采果去的活动 农会也推出荔枝树燃养的活动 一方面解决缺工问题 也让民众有全新的农事体验 他今年情形还不错啦 那养的民众多吗 我一天差不多130 我有限量嘛 一个小时30个 3040个人进来 因为太多很复杂 尤其是疫情当中嘛 所以我有限量 我这样比较安全 晚上推啦 是咧啊这别道了 现场农友也亲自示范 如何快速且不破坏果皮的情况下 顺利来采果 民众是惊呼连连大探 又学到了新技能 有的玩又有的吃 更说下回还要带着家人朋友 再来报名参加 记者庄视听台中采访报道